日本有媒体说,这个是医学界里面的一篇文章,说要考虑把新冠降级为流感。 然后这个日本人就议论纷纷,他们的这个厚生劳动大臣叫加藤圣信在记者会上正式表态, 新冠从可以采取住院券告和就业限制等阳格的防疫措施,相当于二类,将考虑降至季节性流感相同的五类。 已经要把它降格为流感了。 同时,日本也公布了新冠疫情最新的数据,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重症,流感的重症是0.79%。 治死率是0.55%,新冠的重症率是0.14%。 比流感低很多,流感是0.79%,新冠是1.4%,治死率是0.475%到0.64%。 60岁以下的流感的重症率是0.03%,新冠的重症率是0.01%。 死亡率就更低了。 我把这个节目给大家看一下。 我把这个节目给大家看一下。 这些节目给大家看一下。 这些节目是0.04%到0.01%。 从这些个数据看,比流感危害还低。 所以说日本要着手把新冠定义为流感危害。